大家好,今天就來和大家開箱一下這個曼谷的Travel Lodge 這間酒店 這間酒店真的簡單到不太簡單 和國內的瑜伽7天是一模一樣的 經濟化自應酒店 兩個杯,牙刷都沒有的,沒錯 洗澡房、洗澡水和沐浴液就是這麼多 出來的一塊鏡,沒錯,它是沒有衣櫃的 你看到一兩個三家在那裡 接著的話,一間酒店就是這麼大 一間房,茶咖啡,兩瓶水,沒有了 就是這麼多 早晨了大家 睡了一晚,在曼谷睡了一晚 基本上來到酒店就摸出多了,實際上太累了 坐飛機就算是頭等艙也好,是非常累的一件事 來曼谷睡了一晚之後 現在是早上凌晨4點15分 準備出發去機場 今天第二程 也是我們ROCK的第二集 可能是第二集,我不知道 今天是由曼谷飛東京 飛到過去 試一下這個太行的A380的特等艙 昨天是747的太行 昨天的太行的火部給我感覺是非常之好 有很多難以估計 昨天在WeChat跟一些喜歡坐飛機的朋友聊天 他們說 世界各地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航空公司可以做到 好像亞洲的,尤其是東南亞的航空公司的服務 昨天也說了幾間 星航是最愛的 然後馬航應該是OK的 但馬航很久沒有達過 因為現在最近是怎樣 但是聽朋友說是OK的 太行一直上市 我想3、4年前有機會第一次坐太行 但又是,昨天說過 因為某些事 整張太行的business cash 由香港非手已是cancel了 當時將機票是多少錢 好像要6千多港幣 都不便宜 但business的員工 總共來說 現在航空公司太多了 競爭點太厲害了 而且老實說 很多時候有非澳洲 介於有中國或香港非澳洲 大部分你願意轉一轉機的飛機 大概是1萬多元 1萬多元便宜便宜 所以現在越來越便宜 但可以試到的航空公司 也會越來越多 不過而且現在新的航空公司 即使說business 他們的配置 座位的配置 都是非常之高的 老實說 現在有頭等的航空公司 越來越少了 包括以前有頭等的航空公司 現在新的飛機 他們基本上都是斬了頭等 今時今日 但是他們寧願叫一個高一點的上座 都不想有三個或六個頭等 很多時候會跟坐 甚至是坐頭等的人 是比以前試 不是沒有這個需求 少了 你看就算升航的A380也好 它新的A380都是得到頭等 但是舊的那款頭等 即是第一款 大家擺開眼界的Suite 是有12個頭等 現在才得到 當然現在的頭等大了很多 當時我和小朋友 飛去新加坡的時候 亦都看了一下 沒有辦法想像 在飛機裡面有這麼大的空間 有獨立的椅子 有三十幾四十吋的大螢幕 還要有床 如果你中間是坐在1A2A的話 1A2A的話 你還可以變成一張雙能床的大房 實在太難以想像 這個是 有機會一定要試一次 讓大家體驗一下 這個升航新的Suite 是怎樣的 本身這次的難程 都是訂升航的頭等艙 但是 是它的套房 但是 我後補了大概半年 甚至九個月 它都沒有release 這個位置出來 剛巧看到太行友 都可以 嘗試一下太行 又會做今次的旅程 好了 先說到這裏 待會兒再說 我都準備要下去check out 四點半的話就出發了 我還有十分鐘左右 我先派一些東西 待會兒見 拜拜